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繼續今集恐怖時限時間 坐在Edmond身邊 今集依然請來一位相當年輕的朋友 就是小寶 因為小寶擁有十年陰陽眼的知識 也有家族遺傳 上集說男朋友比較女鬼上身 今集不如談談 原來你的家人也有一些靈異個案 還有一些地方要特別留意 這是什麼地方? 一些廟宇 我知道這間廟宇在中上環區 相當有名 他們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去完廟宇 回家的時候 每人被一隻鬼跟了身 是你什麼人? 我表姐 兩個表姐 去完廟宇回家 然後有一個表姐 塞機無神 開個車 就說跳樓下去 是 然後還有 另外一個表姐 當然很賤 就馬上拉住他 他還要踢到他 整個肚子瘀了 在那裡 誰踢誰? 我 即是說要跳樓那個? 對 跳樓那個 就一下子踢開他 哦 就整個印在那裡 這麼大力啊? 對 瘀了 那是否即時抓到他? 抓到他 因為家裡還有其他人 是 如果沒有其他人 就真的死了 他只開了窗 開了窗 沒有窗花 但有沒有先兆的? 沒有啊 離開了廟宇回家 就馬上發生這件事? 回家 坐了一會 後面就是窗 他馬上開窗 哇 很可怕 那為什麼要這樣害他? 那個女鬼 找替身 我找替身 是 那這件事怎麼處理? 我們去找師父 馬上找師父 馬上去 馬上去 我們帶到他下去的時候 師父開始幫我們做法事 他要坐在那裡 誰知道他坐在那裡 又撞玻璃 然後又找玻璃杯 撥自己的頭 哇 我們個個都怕他有事 然後就把他整個人大自形地 推在地上 就是要壓住他 對 正常一個女生沒有那麼大力 可以四五個男生按住他 他都可以反抗 那女生幾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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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磅都不夠 都不夠 很大力 是啊 我常常聽到這些 為什麼殺機無常會變得那麼大力 根本就想像不到 然後 我們找些東西打他 他說 麻煩你幫我勾痕 我們就說 勾痕 即是鬼說出來 是啊 你幫他勾痕 是啊 但那時候很大力 我出了汗 打他 是 是 那他這麼兇 沒有 按住他在地上 他在我表姐的身上 我們不可以對他做什麼 是 然後 我們就 找菩薩 趁他走 找個神 帶他走 硬硬帶他走 硬帶他走 我們幫他做完 我表姐還沒有了知覺 暈了 我們很害怕他有事 然後不停拍醒他 拍了很久 他都不醒 那他後來後來自己知道什麼事嗎 他自己後來 整個星期才知道什麼事 因為他不知做什麼事 整個星期都迷迷糊糊 嘩 這樣就是 差一步就已經搞定了他 是啊 靈界的力量是否真的可以這麼大呢 我覺得有時候 你覺得 我覺得是的 有時候可以這樣 可以的 就是他上了身體的時候 你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 或者當時你表姐 這個運程是否又是很克制的 會不會 因為 有 那師傅就說 因為他穿黃色和黑色衣服 他啊 是啊 那有什麼關係 就入了一些廟宇 五黃二黑 哦 這個風水學上的東西 五黃二黑 就是他剛好穿黃黑的衣服 是啊 或者他剛剛時運又低 是啊 就比一個靈界上了身 是啊 哎呀 真的 有時候都挺害怕 聽到這個案 但是呢 稍後回來來講一下 廟宇是否真的這麼多靈體在這裡呢 回來聊 馬上善了 剛才說了廟 有個說話叫做 有主歸主無主歸廟 你覺得廟是否真的很多靈體聚集 其實是的 真的 真的 你看到很多 是啊 那比如這件事 剛才你所說 表姐在這間廟裡面 就是嶺野 那怎麼辦呢 我們入廟就是 拜神 可能自己運氣不好 才進去拜神 是 那怎麼辦呢 那是嶺野 你一定要進去 要裝一支香 拜一些菩薩 我要裝香 是啊 有些人會不裝香嗎 有些人遊客那些 特意進去拍照 進去吵完一大輪 不裝香出來 然後就會被人跟著了 又是 有些可能他沒有這個信仰 沒有 但覺得這間廟多漂亮 於是進去拍照 會侵犯了裡面的東西 你見過 見過 怎樣 就是這間廟那裡 就是剛才那間廟 是啊 那間廟很出名的廟 有啊 站在門口等我家人 那我一定不進去 然後就見到有四個人 外國遊客 然後進去 然後他們拍照 一大輪在那裡 吵完出來 就有一隻東西跟著他們 哎呀 是啊 那跟著他們走 跟著他們走 一路就跟著他們 你見到 親眼見到 那你見到又會不會 就是 喂 你小心一點 會不會這樣做炸糧的呢 會不會呢 當然不會啦 不會的啊 如果他跟著我我就死了 那也是啊 我也害怕的啊 所以 小波告訴你 原來入廟呢 真的要拜一下 裝一下香 就是讓神明知道 你進過來打個招呼 不是在那裡 不在那裡玩 在那裡玩 如果時間低 就比那裡的靈界更新 這個提示很重要 我打算